不要政務官 還我總編輯 鄧隱光單人匹馬第一到港台上班 就遇到幾十名員工和政黨代表 用抗議方式迎接 在港台大門口又鋪上了黑色地毯 還我編輯自主 對員工的抗議行動 鄧隱光表示員工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所有的港台員工好像市民一樣 其實是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港台員工有部分員工對於廣播處長的委任 是有他們的看法 這個我是尊重的 但我的職責就是要和員工沖繩溝通 和他們通力合作 為香港電台做得最好 他強調港台的編輯自主 不會因為廣播處長的背景 或者專業知識而有所轉變 港台的編輯自主 是不會因為那個處長的背景 或者專業知識而轉移 如果大家有留心看香港電台約章 其實在第六條已經清楚說明 港台享有編輯自主 雖然只是六個字 但是港台編輯自主的權益和精神 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他說上班第一日 會和管理團隊見面 又會到各部門了解員工的情況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麥麗貞指 員工懷著憤怒的心情迎接鄧隱光上班 香港電台歷史以來 就是廣播處長他作為一個總編輯 而由一個政務官擔任 這次是第一次這樣做的 我們覺得這個已經是接觸到我們的底線 亦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作為政務官 他和香港電台作為總編輯的角色是有衝突的 他指鄧隱光出任政務官24年 政務官的訓練令他的思維配合政府施政 和港台監察政府的角色有矛盾 他說不排除會發起工業行動 要求政府撤回任命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 吳尿堂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等 今天入口 請問